Hello 大家好 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给大家安理一部美国电影 致命ID 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场肆虐的暴风雨 将矗立在其中的一座汽车旅馆 与外界完全隔离 道路不通 通讯中断 11个此前相互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 被迫聚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汽车旅馆内 拉里华盛顿是这家汽车旅馆的老板 她的举止异常 似乎潜藏着许多秘密 爱德华·达科塔过去曾是个警察 如今则为女影星卡洛林苏珊开四家车 他们因在路上撞到了爱丽丝约克 而不得不把她送到了这家汽车旅馆进行治疗 爱丽丝和丈夫乔治以及儿子提姆西 在开车的途中 车子突然爆胎 他们下车检查时 爱丽丝被爱德的车子撞到了 帕瑞斯·内华达是一个妓女 她在途中在找打火机的时候 把一个高跟鞋调出了车去 结果正是这个高跟鞋使得爱丽丝的车子爆了胎 爱德想要去找医生 栽去的途中 他遇到了路易斯安娜和吉尼 由于雨实在是太大 所以他们只好返回了汽车旅馆 罗德斯·塞摩尔警官 压着一个犯人罗伯特·缅因进入了旅馆 这11个人被分在了不同的房间 他们都拿着带有号码的房间钥匙 可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女演员卡洛林·苏珊意外被杀 头颅可怕地出现在了洗衣房的洗衣机里 而且她的手上还有一个带着10号的房间钥匙 随后路也被人捅死了 她的手上有个带着9号的房间钥匙 大家不禁有些担心 这会不会是按照这个顺序死的啊 他们也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点 他们的姓氏都是以周明的 出生地相同 内达华州 他们的生日也都是在同一天 5月10日 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监狱的犯人 乔治 以及爱丽丝和吉尼都相继死去 他们证实按照这个顺序死的 而帕瑞斯在警车里面 找到了一个犯罪证明 以及原警察的尸体 证明罗德其实不是警察 他和那个逃犯一起杀死了警察 并假冒了警察 罗德知道后 非常想要杀帕瑞斯灭口 他杀死了拉里 打伤了艾德 艾德在最后的关头杀死了罗德 最后只有帕瑞斯活了下去 而当帕瑞斯征撞到了 他想要去的地方的时候 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存在的 这11个人 包括小孩 都是麦肯瑞夫的11个分裂人格 这11个人格相互交替 控制着他的身体 而在麦肯瑞夫6年时 遭到妓女母亲 虐待形成的邪恶人格 在现实中 4年前的一个汽车旅馆 残忍地杀害了6个人 在最后被判死刑前夕 他的主治精神病医生 马利克 发现了一本 麦肯瑞夫小时候的日记 这本日记更加印证了 医生对于麦肯瑞夫杀人 是由于他有精神分裂 造成的学说 于是医生告知法官 要紧急提审麦肯瑞夫 马利克医生和麦肯瑞夫 在法官面前对话 要他消灭身体里 所有邪恶的人格之后 便发生了上面的故事 没错 他们正是麦肯瑞夫 内心中的11个人格 其中三个就是 那个邪恶灵魂 而那个世界 就是麦肯瑞夫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人的世界观 和现实世界 稍微有点不同 医生在现实中 和其中一个 善良勇敢的人格对话了 告诉这个人格真相 并要他帮助麦肯瑞夫 消灭邪恶的人格 随后善良的人格 和一个邪恶的人格 同归于尽 只有一个女性人格 逃出了魔掌 故事的结局 是隐藏的邪恶人格 将帕瑞斯杀害了 原来前面害死的六个人格 实际上都是提姆希所为 在麦肯瑞夫小的时候 她的母亲是个妓女 虐待了她 所以提姆希就是麦肯瑞夫 自小培养出的 邪恶灵活的人格 因为麦肯瑞夫 体内存活的人格 是邪恶的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 这个邪恶华达 杀害了押送她的预警 逃了出去 故事剧情出人意料 脑洞大开 让观众看了直呼过瘾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